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 德云社 天津村社 天津演出期间 正好去年的今天 我跟我师父 侯耀文先生 都在天津这儿录像 转过天去回了北京 去了市 其实当天去年的今天 在这儿就已经有仙照 我师父录像在后台 他带了两块表 熟悉他的都知道 侯耀文最喜欢手表 带两块表 大伙还纳闷 都带一块 您能带两块呢 老头仰天长笑 我没日子带了 这是真事 转过天回家吃炸酱面 这一大碗面 还猴闲 汤汤吃 大伙也劝 您这是干嘛 管我呢 我没日子吃了 这两件事说完之后 23号去世的 关于人染 岁月穿梭也真快 一年的时间到了 人没了 日子还得过 相声还得说 今年中国相声界 也有几位老先生 身体不好 一个是范振玉先生 几个月前高峰 半夜来给我打电话 坏了 我师父要坏了 都上了呼吸机了 范振玉先生 我赶紧就去看 结果到现在没事 我跟范先生 关系很不一般 因为什么呢 我到了北京之后 没有几年 范先生就一直跟我合作 捧根 好几年 在几年的交往当中 一人来过很深的感情 今天在后台 我跟高峰还说了 我说你师父怎么样 没问题 下地溜的回家都行 我说他又骗了我一次 希望他总这么骗下去吧 一个是范先生 还有就是 要拍就都拍 还有就是 我的老文师金文生先生 在北京说出 突然间脑干出血 出血达2.5毫升 赶紧送到医院 大夫说 要是5毫升 这人倒表医院 主治医生跟我说 说我是您的观众 我不跟您说瞎话 我手里边没活过 我师父把他打败了 也出了院了 前天看网上消息 天津的响生前辈 黄铁梁先生 突发疾病入院 我今天从北京赶过来 先去了医院 看着黄先生 一切都好 老天有眼 谢谢 希望我们的前辈们 健健康康的 给大家继续带来快乐 其实单口相上不好说 实话实说 你看刚才那一大帮人 打群架 还有能歇着的功夫 一个人根本就没法歇着 而且来说 咱们相上界出过 多少说单口的名家 张守晨先生 常连安先生 还有单口大王 刘宝瑞先生 我一般来说 不爱说单的 说完单的 大伙骂齐 比刘宝瑞差远了 说对的吧 你看怎么跟 马三丽比 唱京剧 且不如马连良 我这一说人性 果子杠比管瑜 怎么比 一到捐款了 你看他怎么跟妖鸣比 要了亲命了 真是的 谢谢大伙 对我的高标准 言要求吧 我再努力 我再努力 虽然说姚明老师 人家一个月 正得云社一年的 不这么比 我们从做好事的角度上 去跟人家多比一比 其实我觉得 做好事 拿说相来说 什么叫做好事 好好说相 就是做好事 这是最要紧 一个人站在这 有说有唱 跳进跳出 一会儿是说书人 一会儿是剧中的人物 这个不好把握 都不像俩人 我跟于谦站在这 我可劲地糟进 我们都行 你这个你那个 这我也痛鬼 是吧 不挣钱都痛鬼 你看 一个人我不能糟进 我自个儿是吧 打个比方 还得说于谦他们家 不好弄 尤其是单口相声 第一 口齿要清楚 第二 表达能力要强 也不说单口相声 是说相声 嘴上都得干净 跟台上说话 持音字不能有 要说现实不行 方言这都不许 方言说相声 说局部的某些地区 只用方言表演相声 那可单说 从大面积来说 说相声台上 不能说 说方言 那当然有的时候 有的方言我们要学 学完了放在节目里 有时我们也爱听人聊天 爱听方言 我们有一朋友 我们的 曲艺界里边一个 老艺术家 你别提示哪位吧 唐山人 前夕日子被捕了 他就是路过一个 这个人其实没有坏心 实话是说 就是好奇心比较重 老艺术家 也姓于 就是于谦那个于 姓于 于老先生 打街上走 有一小房子 刚才王宇波他们说的那个 点着粉灯 有一个女的工作者 技术人员吧 技术方面的女士 坐那儿 登登登 老艺术家 很好奇 这什么意思这是 就进去参观了一下 结果 弄起来了 弄起来 都快放了 这个没有大罪过 罚五千块钱 拘留十天 也就这意思 这放着 临走好几个 人家都站着 谢谢您 我们回去 我改过自新 重新做人 都放走了 就到他这了 你怎么样 我改过自新 重新做人 不服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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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仙 他舅舅就是 这真事 这都是 真事 所以说我们需要学的东西很多 事态 人情啊 都就放在我们节目当中 但是一个人站着实话实说 不好弄 尤其天津 巷上窝子 走着街上 十个人 有八个是说相 那俩唱快玩的 弄好了不容易 给我一个汇报的机会吧 天梅罗盖地为坦 日月星辰伴我眠 什么人撒下名利网 富贵贫困不一般 也有骑马雨坐轿 也有推车把袋单 骑马坐轿修来的府 推车单单命该然 尊马驮着吃呆汉 美妇人常伴着服眠 八世老翁门前站 三岁顽童染黄泉 不是老天不睁眼 善恶到头 这报应 循环 您现在收听到的栏目 由喜马拉雅和德云社 共同出品 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个一次就给一个 说多了让人笑话 你看 再来一个 你看我 我说这 我可能说了 我告诉你们 我能说到明儿天亮 什么 伤情最是晚良天 憔悴私人不堪言 腰酒催长 三杯醉 寻香精梦勿惊寒 拆头奉邪 清有泪 涂密花了 我无缘 小楼寂寞 心愉悦 也难如高 也难圆 不卖了啊 不卖了 不卖了 就到这吧 就到这吧 说多让人笑话 在这次唐诗宋词 鉴赏节目当中 这就是定场诗 让大伙安静一下 你看我拍完了 这不就乱了吗 说相上上 跟说书其实一样 不敢说高台教话 最起码劝人向善 教人学好 没有说听完相上 这出去外不接道去的 没有 没有这么大能力 没有 台上也简单 一块木头 一块手劲 一把扇子 这扇子呀 这么拿着就是枪 这么拿着就是刀 这就是笔 这就是筷子 这就是养脑 简单至极 其实说的故事 离这大伙都不远 怎么呢 好些事 家里有老人问吧 还都知道 今天咱们的故事 叫姚家景 这是北京的一个真事 清朝光绪年间的事情 回去问问家里人 有知道了 可能是 别问的太年轻了 问三百岁往上 姚家景啊 现在来说在北京 算是比较繁华的地方了 在哪儿 广安门那儿 二环的边上 现在来说 车水马龙 高楼林里 当年没有 当年就是这么一个 很普通的小村子 姚家景这儿 住的这么哥俩 关系是特别的好 名字都一样 都叫子清 一家姓李 一家姓刘 刘子清 刘子清 哥俩干什么工作呢 相团练勇 现在的话说 就是民兵 不挣钱 到日子口给馒头 所以说 也管他们叫馒头永 这么哥俩 没这么好的了 刘子清 李子清 两位也都结了婚了 也都有孩子了 一边有一姑娘 一边有一小子 刘家有一小子 叫刘瑞子 李家有一姑娘 叫李昭定 打小呢 大人们相好 得了 干脆吧 两家的孩子 让他们俩 定一个娃娃亲 这个挺恨人的 过去来说敬这个 俩老太太 坐一块聊天 越说越高兴 越聊越痛快 得了 俩人都大肚子了 咱们生完之后 俩姑娘拜干姐们 俩小子拜干哥们 一姑娘一小子 让他们俩人 成小两口 他们俩人聊得开 你倒是问问孩子 乐意不乐意 等着吧 过新日子 这位生一大胖小子 等这个吧 等二年没生 干腹水 担忽事吗 这不是 刘李两家 算是爱好作亲 从小的时候 俩孩子在一块玩 可是等到五六岁了 再在一块玩啊 就知道害臊了 为什么呢 那个年头封建了 俩小孩在一块 这大人一说 这俩娃娃亲 以后长大了 顶个十六七岁啊 就成了婚了 就是两口子了 小孩知道害臊 你不像现在的孩子们 多开放了 是吧 我今儿来的时候 路过也不哪个小学 门口 俩 也就初一吧 初一一公里一小子 俩人跟门口那 搂着那啃 我恨的 听说 我好好看看 我就批判性地看他们 我就看他们 多长时间跟那 明儿我还去 换人我也看 我这看看 过去不行 封建呢 赶等到个七岁左右了 刘瑞子上学堂了 当年不像现在似的 有学校 小孩上学 那会儿就是私塾 一个老先生教课 就这一屋孩子 是多大的都有 四五岁的 七八岁的 十二三的 十四五的 十八九二十的 六十来岁都有 六十来岁 这是先生他爸爸 满屋子多大都有 念什么书的都有 一到下午四点来中 这屋里边 你听吧 跟蛤蟆吵坑似的 他背什么书不一样啊 赵贤斯理 人之处 蒙子见梁慧王 大学者 不来的门 乱套了 老师也不是 见天跟这盯着 有时间就盯着 有事老师走 老师要是一走 这屋里就乱了套了 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大王 倒是有一个学长管着 什么叫学长啊 就是这一个班的班长 大班长 那年头叫学长 学长管着 来吧 咱们老师走了 咱们大伙玩会吧 小孩能玩什么呀 唱戏 桌子有那个 铁字的墨 这都画帘 我来张飞 那个被老师那桌子去了 老师盼卷子那红颜色 来这个 我来观光 俩人在屋里边 古城会 这一唱 接风一会儿过来了 这倒霉孩子 这是要死的你们 你抹这什么呀 张飞 这红的那个 我来观光 我来那老爷 你看那倒霉德 像老爷们 你看 你们要疯啊 你想抹这脸红颜色 你们老师过日的多细啊 盼卷子画圈才画半个 你这他一包都完了 这是一年的料啊 赶紧洗了吧 这都洗了 往这一坐 玩点别的吧 大学长家里边啊 是开宝局的 赌博厂子 随身带着骰子 来来来来 咱们热闹热闹吧 一翻一瞪眼的 带着孩子们 这一只骰子 小孩们哪会啊 简断结束 小瑞子就输了 输了六百个钱 快放学了 大学长说 把钱给我吧 没有 小孩是哪带着钱 没有 没有不行 我带着骰子出来 必须带着钱回去 这是我们家的门风 你不能坏了我的规矩 我拿不回钱去 我爸爸就打我 你要不给我上你们家 找你爸爸要求 吓坏 你别别我名 明明一定给你 小孩拿好钱呢 回家吧 偷偷摸摸的 偷他爸爸的 称出这么一张 二两的银票 那个年头花银票 一卷 称出一张 二两 还账 他也不知道 这二两是多少 是要 找钱不找钱 全不知道 给你这个吧 还了账 可没想到 晚上 这银票 这事就破了案了 两口子说 哎 瑞兹他妈 我这短银票 你动了 我没有 你是不是掉了 不能 我打口卷的吗 怎么会没有了呢 两口子一琢磨 孩子偷的 把他爸爸气去 这才多大呀 嗯 六七岁 你就敢偷银票 这要是过了十岁 你得抢去 哎 行 你甭管他 那孩子呢 孩子撒尿去了 这会儿说晚上 终点 九点来钟 撒尿去了 他回来啊 你别提 我也别说话 让他睡觉 明天早晨起来 堵着被窝打 我今天晚上 要是打了他 他一喊一闹 街风出了一劝架 一拦着 这孩子管不了了 让他睡觉 明天早上起来 堵被窝打 砸舌两条腿 我养着他 我认了 家大人说的是狠话 哪有父母舍得 把孩子腿砸舌的 他说的是气话 管孩子就怕说着 举个例子 后台也是如此 王爷婆那不听话 我这一发痕啊 这不是 回来这 哥在嚼肉机里 嚼着他 是吧 我这么一说行 那进不去 嚼肉机 气话 就怕说气话 两口子跟屋里说这个 孩子在外边听见了 贼人胆虚 撒尿回来 一琢磨 我爸我妈跟屋说什么呢 拿指甲 捅破了窗户纸 蒸一幕秒 一幕望里 观瞧 正看他爸爸 连说带笔活呢 把腿砸舌了 孩子一琢磨 坏了 破案了 我跑了吧 开开街门 打外边人就出去了 两口子 等着半夜 没回来 这一宿就睡不了觉了 准知的刚才说的话 听见了 你埋怨 我 我埋怨你 敢等天亮 叫上街缝 叫上哥们 不错的 一块去找 简断结说 找了十天 这孩子没有 他父亲 把自己这份差事 全辞了 去了趟天津 又去了一趟静海 跟前周边浮现 全找到 大半年的光景 这孩子没消息 两口子 今天吵 明天吵 到后来 瑞子他爸爸 家气伤寒 这人就死了 他妈跟家里见 他哭 哭来哭去 哭丈夫 想儿子 到最后两眼睛 哭瞎 这一个家 就算是完了 就照着街缝们 没事 给蒸点窝头 挑两条水 对付着这么过日子 这家着急 人家姑娘家也着急 打小一块定着亲 说长到十六七了 就能结婚了 现如今这小子跑了 一跑跑了好几年 姑娘大了 不能留 留来留去 接冤仇 人家找来了 老嫂子 您看这事怎么办 您要说有一个消息 说这孩子 十五年之后能回来 我们等 可现在不是 踪迹捷舞 大海捞针 此子现在何处 我们这么大的姑娘 跟家里待着 这不是事 那个年头 大姑娘十几岁不出门 街坊就笑话了 来了两三回 到最后 老太太心也软了 得了 别因为我耽误姑娘 我也是没有这个使唤 儿媳妇的病 干脆把姑娘 是别门另聘 再找一个人家 被她嫁了吧 合适吗 姑娘她爸爸 李子清 来了回回 来了好几趟 说这个事 到最后老太子说 你也别来了 我明白你这个意思 赶紧 别耽误着 给姑娘再找一件人家 得嘞 那个当初啊 您放钉的时候 还有两个小戒指 当初一定下来 俩人家是娃娃亲的 人家弄俩小戒指 白色的 银子的 为什么不带黄的呢 取白头到老之翼 这戒指上呢 有俩小柿子 有一个如意 这叫柿柿如意 行 我把那戒指给您拿回来 咱把亲退了 老太子说算了吧 那俩小戒指算什么 甭拿回来 我不要了 给姑娘买糖吃吧 这俩戒指就没要回来 等于这家的亲可没退 回过头来再说这边 要给姑娘找人家 找的谁呢 太糟心了 在这个瑶甲井那边啊 有一个挑挑卖货的货郎 这人呢 有点残疾 什么毛病呢 嘴这儿啊 货了 叫货了嘴 有的叫兔唇 天津叫老凤 天津为了说法老凤 他这个跟别人还不一样 他这上下都货了 打鼻子刺儿底下 一直到下部磕这儿 观音号 大胡同 知道吗 离老远这儿就看这俩 大牙根这儿治的 哎呀 脸上呢也不太周整 脑袋跟冬过似的 还长着一脸的麻子 大麻子套着小麻子 小麻子套着小小麻子 小小麻子里边有一颗颗脸 一小黑点 三环套月的麻子 而且没有这么脏的了 从小到大没洗过澡 掉坑里这洗一会 赶上下雨 葫芦葫芦脸 人还没到 这臭味就过来了 今年得有个四十岁上下 一直挑挑 卖个溶线 腌制水粉 卖个真的 卖个顶着 就干这了 打小的时候 招地出来买线 老凤就爱看 高兴 比如说招地要出来 买一个钱的线 他钱也得莫分 这儿捣着线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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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那亏空 这么一个户 整个是 摇着紧的 没有不知道他的 本家姓王 王老凤 要多寒碜多寒碜 要说起来这个主 这辈子打死了再救活了 也不可能娶得到招地儿姑娘 你这事很难说 老凤家里边有一姐姐 大宅门里边给人当老妈子的 本来家里有姐夫 和这姐姐不老弟到的 在某个大宅门给人家当老妈子的时候 跟这儿的厨子俩人勾得上了 厨子姓赵 叫赵三丰 好手艺 故俩人勾得一块 如胶似气 哎呀 挺好 可本家挺生气 为什么呢 中午十二点本家要吃饭 一扫兴 厨子跟老妈子睡觉还没起来呢 这俩下午三点半起来了 没法用的 就轰出去了 轰出去之后 老妈子好办 还有地儿能干活 厨子上哪儿都不用 啊 你姓什么叫什么 什么手艺 一说这不行 你一来不行 我们家里这老妈子太多 臭底都知道了 没法用 一晃这十年八年 等于是老妈子挣钱养活赵三丰 就在这一年赵三丰时来运转 到李亲王的家里边 当厨师 李亲王吃别人做的饭吃不下去 一尝他做的 好 怎么这么顺口呢 大红人 而且李亲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 就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 啊 各国洋人到了北京来 都到李亲王府里边做客 这一炒菜 洋人一吃 啊 哪国洋人都有吧 一吃 这好 这太好了 太好了 打这儿起 赵三丰是李亲王跟前的大红人 手底包蒜子四百来个 你蒜子还了的吗 哦 有了钱 有了事了 敢巧了 啊 老凤那个姐夫 让他们活活气死了 现在他姐姐孤身一个人 赵三丰一瞧 我吃他吃了八年了 得了 咱俩人呢正式的结婚吧 就跟他姐姐结了婚了 等于赵三丰成了王老凤的亲姐夫了 这些年你姐对我不错 我得报答报答你 啊 以后别挑着挑着走街穿巷了 我在报国寺这儿给你开一个融线铺 前面是买吗 后面是住家 有这么一小四合院 啊 换换衣服 咱家有的是钱了 而且你说吧 谁姐的姑娘你要看得上了啊 姐夫花多少钱 我给你娶 这一问打算娶谁 老凤乐 我用那招丁 谁啊 一说谁姐谁姐的姑娘 叫招丁 那不要紧的 找媒婆吧 在摇下井这儿 住了一媒婆姓左 叫左大角 啊 这来一说如何如何 你要能把这门亲事说成了 怎么那么着 啊 媒婆登登登 就来到姑娘家了 找到这个招丁的父亲 李子清 现如今有这么一事 瞧着那家姑娘了 他可不说这老凤多脏 多寒陈 如何如何 他竟夸着姐夫好了 哎呀 姐夫了不起啊 又有能力 又有钱 李亲王跟前的大红人 如何如何 这么一说 开始老头老太太都不答应 到最后 老头活动心眼了 我这么大的姑娘 搁着也不是事 啊 可是听人家这个媒婆说的 也有道理 虽然说差二十来岁 等日后 这豁子六十来岁了 我姑娘也四十多了 嫁得过去这日子也 也不错啊 总比这么等着强 得了 亲事能应允 但有一节 我罗花似玉的姑娘 要嫁给那么一个玩意儿 我得要钱 好 您说吧 您花多少钱 我要一个礼 光绪年间 一个礼 是九十六两白银 啊 你没管了 不要进大 美婆把信带回来了 人家说了 得要钱 要一个半礼 怎么呢 这四十八两是他要的 他坐下半个礼 这活力说 赵三峰说 这不叫事儿 而且放定的时候 四大金 金镯子呀 什么金链子呀 什么金兜兜链 全是金的 一套东西全是齐的 呼 整个全都弄好了 嗯 家里热闹 搭棚的搭棚 啊 什么落桌 准备一切吃的 就等着这天 迎娶 定的是九月二十六号 迎娶 九月二十五号 瑞子回来了 天下事原本如此 无巧不成书 啊 那一天晚上 这孩子从家跑出来之后 顺着城墙翻出去 在马甲沟 待了一宿 天亮了往南去 街边上有一个 征兵的 那个年头就这样啊 立起招君旗 自有领良人 这一个桌子 这坐一个啊 负责人 负责报名的 啊 跟这等着 小孩过来了 老爷我要当兵 这一瞧啊 也是怎么回事啊 我跟家跑出来的 为什么跑出来的呢 我偷我爸爸银子 偷了二两银票 跑出来 这个没出息啊 偷二两银票就跑了 我这偷了八十两 才跑出来的 我这 姓什么叫什么呀 啊 自个儿会写字吗 我会写 学堂的孩子 刷刷点点一些 姓什么叫什么 多的岁数 啊 这少官接过来 一看乐的 真吊得好啊 写得好 咱都是黑人 嗯 不认字啊 这么着 就留在了部队里边 几年的功夫 这小子长大了 啊 而且牢记当年的教训 啊 营房里边大伙玩 玩什么都成 一沾赌博 绝不沾 啊 由于这个 上司见习 现如今 跟随两江总督 大帅刘坤一手下 他是当红的各士哈 各士哈 就是贴身的副官 四品军功 三品鼎带 刘坤一坐镇南京 小瑞子一直跟着他 这一年 西太后调刘坤一 进京议事 保着刘坤一 来在了北京城 外省官员进京 住在贤良寺 东安市场 后边没扎糊涂 那一溜 在那住着 都安排好了 瑞子来找大帅 帅爷跟您请三天的假 大帅说你干嘛呀 咱们来在了北京 很多事情要办 明天咱们要进京面圣 很多事情离不开人 你干嘛去 我回家看望父母 我离家这么多年了 没回去 那是应该的 看看爹娘是应该 也不至于 用三天时间 小孩脸红了 我跟您说 当年我父母给我定过一门婚事 我想利用这几天呢 拜扶一下 岳父岳母 顺便完婚 啊 哈哈哈哈 帅爷乐了 小子你长大 这样吧 我还是给你一天的时间 回去之后 见见父母 赶快回来 结婚的事 老帅我 给你办这事 啊 长房领五百两银子 赶紧去 赶紧回 明日清晨 随我进宫面圣 打这儿出来 账房领五百两银子 不错的 哥们都过来了 大伙随份子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这孩子这些年也不花钱 连自己的钱 在随份子前搁了一块 一千四百两左右 都换成了银票 打针卷 贴身装好了 身上穿蓝梨子 一件件袖 外套黑段的马腕 后边别的这口腰刀 这个刀瓣冲钱 这叫太平刀 大顶子摘下来 挂在腰刀上 有打闲两死 出来 雇车 赶搬摇脚井 可有一解 这车不直接到 他得停到老军地 到牛街口那 因为什么 太远的话 这车烧不回来 坐车 到了牛街路口 下来往前走 直接奔西南去 就是摇脚井 来到摇脚井 到了自己家的村口 一瞧着天色 下午五点来钟 将近六点 已近黄昏 站在村子口 小孩一瞧啊 眼泪都快下来了 离家这么长时间 当初因为我淘气 现如今我这才得以返乡 不知家中父母如何 叹了口气 迈不往村子里边就走 有打这边过了一老大爷 打小啊 瑞子可认识 过来人家叫二大爷 走到跟前赶紧请安 二大爷您好啊 老头一抬头下来 哟 哟 您快起来 您快起来 这位军爷 您是 您想啊 这么些年了 老头不变化 小孩有变化 您不认识我了吧 您不是谁是谁 我那二大爷吗 哦 是 你是 我是刘瑞子 哎 回见 这老头扔了棍 蹭蹭蹭蹭蹭就跑了 瑞子吓一跳 看起来人哪 不能赌博 你看我当年赌博 现在这村里人 还都恨我呢 你看老头瞧 我跑那么快 这什么 其实不是 为什么呢 他们两家这点事 整个这一片 没有不知道的 明天花轿到门 迎娶招地 今儿一瞧 你回来了 头戴大帽 身穿青 不是牙翼就是兵 身后还别着刀呢 甭问的 这是坐了官回来的 一看您的顶子 是蓝顶子 我们这最大的官 脑子上顶子 都白色的 明儿花轿来 非出人命不可 跟你聊时间长了 恐怕沾包 老人怕官 是因为这个心态 走的 瑞子不知道 脉不往街里就走 两旁边街门都打开 都探出脑子来 一瞧见他 门都关上 啪 啪 啪的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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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这趟街 后来成为 中国快板的 发祥地 简断街 说来在了 自己的家门口 定睛关桥 房顶上都是荒草 拿手一推门 这门差点没掉了 脉步进来一瞧 院里荒草 都快半人高了 眼望着房门 喊了一声 娘啊 我回来了 这是人的本性 不管多多岁数 不管从哪回来 头去都是 娘 娘 妈我回来 都是这 没有别 这一回来 刘一副 没有这么喊的 没什么意见 这一喊 娘啊 我回来了 沉了片刻 就听屋里边 老太太 颤巍巍的声音 这是谁恶心我呢 我们家没人 都死绝了 就差一步 瑞子那老丈人刚走 啊 来了 老嫂子 你看明天 姑娘出门子 我接您喝喜酒去 老太太眼珠子 都快蹬出血来了 我还喝喜酒 你给我出钱 你给我添恶心 把人家轰走了 老太太坐屋哭 哭完之后 一琢磨 这管什么用啊 估摸着天也快黑了 把这个背啊 褥子都铺好了 坐在床头这 自个儿揉眼睛 正难过呢 外边这喊 娘啊 我回来了 老太太生气 我们家没人死绝了 刚说完门就开了 瑞子一挑 连笼油打 外边进来了 站着就愣了 怎么呢 一瞧这屋里边太破了 破得跟个破窑似的 定睛观瞧 自己的亲娘 坐在床头上 多少年没见了老太太 苍老许多 想到这心里边一酸呢 咕咚就跪下了 磕膝盖挡脚走 几步到了跟前 拿手一揽娘的双腿 喷 娘啊 我的亲娘 儿是瑞子呀 老太太听到这都傻了 瞧是瞧不见的 你是谁呀 别跟我开玩笑 眼睛 我是您儿子 我是瑞子 老太太不信 把手搁在嘴里边咬 咬不上 牙都刁没了 底下这儿剩俩 右边上边剩俩 就把嘴弄歪了咬 康尸一下 他真疼 哎呦 是真的呀 我的儿啊 你还知道毁了呀 娘俩抱的一块 是放生痛哭 可真是撕心裂肺 哭罢多时 孩子问上说 娘啊 我爹呢 这才告诉 想当初你走了之后 你爹疼而心切 家气伤寒 这个人死了 瑞子听完这句话 差点没背过气 是顿足吹凶啊 爹啊 想当初因为我 惹了这么大的祸 我都没见您老人家 最后一面 这段哭啊 哎呀 老太太劝 孩儿啊 行了 爹娘还跟你一辈子吗 事到如今 你回来就好 而你现如今怎么样了 瑞子一说 想当初我出门在外 是如何如何 现如今 四品军功 三品顶带 两江大帅 刘坤一跟前 当红的各式哈 我这次回来了 我瞧您了 妈您看这是什么 一身轴 把这银票掏出来了 跟您这个 老太太接过来 当时就闻 过去那个银票 是油墨印的 上面有媳妇儿啊 一闻 哎呀 我跟你爹这一辈子 没见过这么些个钱 把这钱往这个枕头底下 这么一放 孩儿啊 有这钱就好办了 妈张罗人哪 给你娶一房好媳妇儿 啊 当时就愣了 心说我那还存着一个呢 这什么意思这是 有一个 年头多 我妈忘了 不能我 我这么些年都记着呢 娘啊 还有一个呢 我那 老太太一听坏了 说漏了 孩儿啊 是的如今也瞒不住 你回来的正好 只因你离家日久 人家家姑娘是越来越大 不能等着你 为娘我做主 让人家别门另聘 明天就得把姑娘取走 得了孩子 再给你说一番 好的吧 噗嘣一声 瑞子就坐在抗原上 愣了半天呢 冤谁 冤自己 想当初要不是我贪玩 不听话 怎么会有今天呢 心里边啊 真不吃滋味 缓了半天 娘啊 您告诉我 他嫁的是谁 如果说 嫁的这个人比我好 他过得门去 不会受委屈 我就认了 要说过去 嫁的这个人不如我 他挨打受了骂 日子过穷了 他得恨我一辈子 娘啊 他嫁的谁啊 啊 老太子这话到嘴边 不好意思了 就是那个 挺帅的那个 挺好 反正是 妈您怎么学会说瞎话 吞吞吐吐 必要缘故 您告诉我 他所嫁何人 就是那个 跳跳那卖货 那老凤 啊 瑞子死的心都有 王豁子 一脸大麻子 糊涂嘴 跳跳 人没到 味儿先到 啊 就是他老人家 瑞子站起来 望望要走 老太太一身手 砰 把刀钻住了 你哪儿去 我 我 串个门去 不像话 别来这套 你可不许找人家去啊 孩儿 啊 我不找人家 把刀给我 老太太把刀抢过来了 顺着床里边去了 你要干嘛 娘啊 我去谢谢咱们跟前的几家街坊 不你这找什么基地 不是啊 这些年我不在家 是不是人家照顾您 那没错啊 跳个水啊 做个饭什么的 多亏了人家大伙 好啊 那我要不去不合适 不是啊 你要去等明儿不成 娘啊 我要是要了饭回来没事 都不是 我是做了官回来呀 街坊邻居一说 这小子当了官了 换良心了 娘 我去去就回 你可不许找人打家去 打家里出了 能不找人打家去吗 是吗 打家出来 哎呀 这血登登的往上撞了 心说这可不成 我得去一趟 我倒不是非得打家动手 我去问一问招 你是不是真的愿意嫁给他 你要真愿意呢 我不说了 你要是有一句话埋怨我 咱们今天这事 咱们重新说一说 拐弯抹角 抹角拐弯 来的老丈人家 小三合房 关着门呢 锐子往前走 上台阶 伸手拍门 门分左右 老爷子出来了 老头家这日子都不像过的 姑娘打得知这个消息 就寻死密活 我不活了 跟他爸爸说 要去你去 他爸爸直叹气 孩子爸爸没那设备 你知道吗 我去了非退货不可 孩子说不行 我非死不可 老太太天天埋怨 缺德老鬼 你非把我闺女挤得死 我四十岁时才争这闺女 我是老来得女 你非给我逼死不可 她死我也不活着了 老两口黑白的盯着她 俩人盯不过来啊 姑娘还有一个表妹 叫灵儿 把她叫来 三口人分三班倒着看着她 后来那三班倒 就这么来了 看着吧 一直到今天天都黑了 老头说我呀 打呼酒去 咱们救活着 把这一宿守过去 天一亮 轿子来了 把她抬走 咱们就不管了 拿着酒壶出来 一开着门 门口站一小伙子 过去那个年头封建呢 人家里有姑娘 门口有几个小子那站着 人家不乐意 知道吗 老头心里咯噔去了 谁呀 你要干嘛呀 赶紧一抱拳 岳父 叫开门喊大爷 喊叔 喊舅舅 喊爸爸都行 没有没事 叫岳父的 你 哎 你谁呀 你怎么了 岳父 我是锐子 哈哈 啪 没有关上门 关上门老头在里边都傻 脸都白了 心说这是我的冤家对头啊 啊 你早半个月回来也行 你明天下午回来也行 你怎么偏偏这会儿呢 想了又想 不开门不行 又把门开开了 小子你多次回来的 老爷子 我是刚到 好 咱们外边喝酒去 哎呀 这酒铺都关了 咱们茶馆 咱们坟地坐会儿 不像话 哎 好啊 你改天再来行不行啊 瑞子呀 苦笑了一声 知道老头很为难 拿手一拦 岳父有话 咱们屋里说 迈步进了院了 老头一把 懒住 这屋 这屋 往这屋去 怎么呢 姑娘在那屋呢 懒着进来之后 把门关上 刚关上门 要说话没说话 门又开了 老太太进来了 听见院里闹腾 谁来了 你瞧这屋有人 老太太跟进来了 小贼 是你 你可回来了 你得要了我的亲命啊 老头只瞪着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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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话 这不瑞子回来了吗 我瞧见了 好小子 出息 展哥了 你瞧瞧 老头不是我说你 你看看人家孩子 脸多平整 你看看你 废话 他多大 我多大 你闭嘴啊 有话听我的啊 孩子 你坐下 爷俩坐下 老太太倚着门 抱着肩膀 脚蹬着这门 说吧 我看你们怎么办 老太太不乐意 老头叹了口气 孩儿啊 孩儿啊 我与你父相交一场 待你如同我亲生的一般 要不然的话 不会把我的姑娘徐配给你 只因你少年之时不懂事 你逃门在外 这么多年才回来 我是跟你妈商量的 你妹妹身大秀长 留在家中 不是事 没办法 这才把她取配给别人 你早回来也行 晚回来也罢 你回来这节骨眼可不好 宝贝 我问问你 你是要我活 你是要我死 你要是要我死 你可了劲的闹 我现在就死 给你看 你要是要我活 听我一句话 别闹 让人家把你妹妹取走 取走之后 我那还有四亩地 还有两亩尾子堂 连这所三合房 我全卖了 所有钱都给你 你瞧着谁家的姑娘 我给你去办去 日后我就如同是你的亲爹一样 小子 你说怎么办 锐子坐在这傻了 话是拦路虎 衣服是渗人的毛 人家话说有道理 愿是愿你自己 你当初不跑呢 你跑这么些年没消息 人家姑娘等你 等的什么时候 而且这是跟你妈商量过的 你妈答应的 这 哎 坐在这儿 一语不发 门开了 谁呀 刚才这屋侥幸 那个灵儿 就是招地儿的表妹 在院里 谁呀 跟这儿一瞧 看不清楚 捅一会儿 仔细一瞧 哦 听了两句 这是锐子 哦 这我知道了 登登登登登 往那屋跑 嘿表姐表姐 我那个姐夫来了 姑娘差点没骂得接 一个还不够乱的嘛 怎么回事 不是有一个叫锐子的 一五一十一说 姑娘站起来了 腾腾腾往外走 来到这儿 咔一拉门 老太太抱着肩膀 正着 正倚着门呢 门一开 老太太摔院里去了 姑娘进来 屋里的爷子俩都傻了 都愣了 姑娘拿手一指 刘瑞子 就问你一句话 事得如今 你还要我不要 砰站起来 咬 没有说话的功夫呢 带我走 姑娘往前 一抬腿上了 炕颜了 锐子转过身去 姑娘拿手一搭着肩膀 这后边一抄颗膝盖 俩人站起来 往外就走 老头没来及说话 哎 松影节舞 这儿站起来 赶紧往外走 来到院里边 老太太过着抱嘴 别追他 别追他 不是你赶紧追你 跟他们说一声 别回他妈那儿 事得如今赶紧跑 老太太出来了 闺女 闻着 我跟你爸爸不是一头的 头来这儿抱着正跑呢 姑娘一按肩膀 等会儿等会儿 等我妈 老了地儿 老太太过来了 你们去哪儿啊 没地儿去 上我妈那儿去 傻小子 我准之地上你妈那儿去 你想啊 这事一出了 人家准得上你妈那儿 偷人去 姑娘 带着他上你老舅那儿去 赶紧 快走 老太太回去 这儿背起来 对啊 老太太说了对 咱们赶紧走 上上上你老舅那儿 你老舅跟哪儿 老舅没多远 拐弯就是 我老舅是我妈的妹妹 你下来 你下来 你们家太乱了啊 这老舅是男的女的 一解释才清楚 还真是老太太的妹妹 出家人 南下洼 拐过弯去 那个地名叫棺材园 棺材园那儿有一个庙 叫白衣儿 是那儿的尼姑 这出家人呢 一出了家 就像女的 她就拿自己 当男的看待了 你再喊个姨啊 喊个姑姑 不愿意 喊个大爷 喊个舅舅 是这么一个说法 就叫老舅 行 那咱们上你老舅那儿去 不行 不能去 你不了解 我妈嘴多快啊 接风这点事 都是我妈传的 她能直接上那家报信 说咱们上那儿去了 那得了 那咱们呢 进城 有打这儿 雇车 往外走 可是天很晚了 城门关了 有打菜的口 雇车 最后来在了西河宴 跟这儿 西河宴有旅馆 两口子住在这儿 天亮之后 再雇车 问贤良寺 找一个老太太 给姑娘开个脸 这就算是媳妇 把她们先摁下不说 回过头来 再说这边 老两口子说 这回算是大事了 多款事啊 人家走了 老太太说 咱们睡觉吧 还睡 什么叫睡觉 快出人命了 这都快 去找媒婆去 跟媒婆说一声 媒婆 左大脚嘛 左大嫂子 也住这不远 拐弯墨脚 两条胡吐 啪啪啪一砸门 左大嫂子 您这么早就来叫媒 明儿吧 明儿给您倒洗 快起来吧 洗不了了 这起了一说 十方才如此 这么本 这么本如此 您给本家送个信去吧 左大脚一听 这叫什么事啊 喊自个儿的儿子 快起来吧 儿子叫小兔 背上小驴 左大脚骑着 屡母子二人 赶奔老凤的家 报国寺这儿 门口热闹啊 你想啊 四十二岁 老凤 初婚 穿上打扮 乐高兴 门口搭着桌院里都是人 支骰子的 玩牌的 喝酒的 这高兴 看上大伙乐 哎呀 乐的嘴都闭不上 原来也闭不上 打扮喜事 门口高大棚 起起大棚 过节牌了 中国二楼 蓝白纸花 搭着彩牌了 上去三个大字 当大事 搭完又拆了 那出病的那是 屋里五百周十人呐 好几十口子 跟着热闹 烙桌 煎炒烹炸 老凤正乐着呢吧 牛大外边 左大脚进来 姑老爷 我说点事吧 你来那跟我走呢 同喜 喜什么喜 喷都碎了 还喜呢 是方才 如此怎么办 怎么办 如此 抢走了 这院就乱了套了 旁边站着赵三丰 厨子 老凤的亲姐夫 打钢材 站在边上 一直听 都听明白了 喊过自己这媳妇 老凤的姐姐 家里的 给我引荐一下 哎哎 那个他嫂子 这是我们当家的 赵三丰 哦 那个姑老爷 您挺好的 我挺好 昨了早了 这些日子 您多费心了 不费心 这不是半截跑了吗 这不是 你看这事 那边倒说了 该赔多少钱 赔多少钱 说这就远了 赔什么钱 啊 这个棚 这个轿子 所有这些干活的 都是朋友 哈哈哈哈 不光 没花钱 跟您实话实说 我一算这份子钱 我们还挣钱了 啊损失谈不到 但我意见 脸过不去 您去问问天底下 谁家能吃得下这口气 他能咽了 我们就能咽了 是不是 内地 牛 你也都听明白了 啊 人家把你媳妇抢走了 现在就问你 愿意不愿意当王吧 你要说是愿意当王吧 我多想就走 赵三丰 没有这样的亲戚 你要说不愿意当王吧 姐夫我有的是办法 你说 我当王吧 哎 说错了 我就当 就 就不当 不当 当 当不当 你想好了 行 不当也行 不当也行 没底气呢 你这话说的啊 好 我内地不当王吧 各位弟兄 有捧吗 都没有 就这一句话 呼拉招 全站起来了 老凤的朋友 过不去十个 你琢磨 他那个玩意 能交给谁来 大部分来 都是奔着赵三丰啊 这站起来了 三叔 三大爷 三哥 三爷 海什么都有 您说吧 现在如今家里 出了这么点逆事 各位跟我一块 咱们去抢人家 起着咔嚓 捉一板凳 全踹了啊 坐这家伙 找三丰 来到厨房 拿过一把 明亮亮的砍刀来 来呀 大叫不用 他不要脸 来一称小叫 一个鼓 一个锁呢 咱们就齐了 跟我走 所有的人 胡拉招 全出来了 豁子头一个 拿根棍 奔哪儿 先奔他岳父这儿 来到这儿 一瞧 门开着呢 到两口子 等着呢 李子兴 这儿等着 你们谁啊 谁啊 你是谁 我叫李子兴 好 啪一嘴巴 给老头一嘴巴 捆上 谁的嘎吱全捆上了 说吧 你那姑娘哪儿去了 好好好 赵三丰 光听说 有你这么个人 我可没见着 今天见着你了 你是人物自豪 不要紧的 这不捆上我了吗 你手里也拿着刀 你宰了我 这老家伙哼啊 一回头 老太太跟那儿 哆嗦了 一把抓起来 这手要打没打 老太太说了 上他老舅那儿去了 姑娘太聪明了 太了解他妈了 老太太一说 具体详细地址 怎么走 哪拐 都说清楚了 你们上那儿 一掏就掏着了 这儿安排人 老头老婆 搁在炕上 我们上那儿 掏人去 只要把人掏着了 往回一走 一听琐琐响响 一听敲锣打鼓 把人松开 明儿早晨 我们来陪礼道歉 这儿留俩贪人的 剩下人全都出来 大队人马 赶奔泥关 来到这儿 夜半惊深了 泥关关着门 山墙挺厚 也挺高的 啪啪啪 这儿砸门 开门 出家人 偷着藏着 你还要脸 不要脸了 这个老舅 真在 出家人的名字 叫广顺 老尼姑 听外边喊 吓一跳 而且晚上 不是他一个人 尼姑啊 作风问题 不是很好 跟菜市口财神庙 那和尚 两人感情非常的好 晚上正要休息呢 啪啪啪 砸门 出家人还要脸吗 两人都坐下来了 是你走漏的消息吗 不是我 啊 我天地良心呢 我能说这个吗 准是那老道说的 这关系太复杂了 那怎么办呢 就听外边 逛逛逛 砸门骂街 赶紧起来了 这姑子手快 一下把这衣服穿上 穿的是和尚的衣服 和尚在拿姑子那穿不上了 这怎么办啊 阿弥陀佛 这怎么办呢 这个啊 姑子说没事 我拿背 我把你卷上 卷好了 顺着这个门后头 他瞧不见 好吧 和尚一丝不挂 拿棉被 卷了一个卷 顺着 炕边上出了下来 这立的这个门后头了 刚把人立好 门就开了 怎么的 人家外边人多 踩着肩膀 一个一个跌罗汉 翻进来之后 一开门 胡拉超好几十人 全进来了 进来之后 赵三丰跟着姑子 一对脸 一瞧着姑子 神色慌张 赵三丰仰手 啪一大嘴巴 出家人 妙里藏人 你还要脸吗 姑子气得 你管着吗 我乐意 来呀 四下搜来 刚一说搜 一回头 这个门上有的门环 你瞧这门环 别动 门环不是什么 和尚站在背后卷里边哆嗦 他一哆嗦 这背后卷正挨这门 他哆嗦 门环响 门一开 在这儿呢 抬走 拉钞扛起来 抬起来望外就走 来在外边一聊教联 往里边一顺 抬 抬下走了 姑子纳门 我 阿弥陀佛 这个是什么的意思 这是 光天化日 强强裸松 肤子很不解 和尚也纳闷 这什么买买这是 抬我到哪里去 这是老道报复我吗 难道说 挺纳闷的 大队人马 抬着背后卷就回来了 回到报国寺 货子的家 天已经蒙蒙亮了 贺喜的亲戚们 也都起来了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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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轿抬进来 一直抬到洞房的门口 这些个媳妇们 嫂子们 家里的女眷都过来了 手里托着一个小盘 盘里边是腌制粉 拿清水调的 这是过去的 老北京的妈妈粒 这叫贴腌制粉 拿手站着这个 手进轿帘 伸进去 在新媳妇脸上抹 红一道白一道的 寒陈这呢 待会儿洗完脸 重新化妆 好看 有这位妈妈粒 都躲开躲开 这十个娘们全过来了 来吧 这脸够粗的 聊小脸一想 好吗 咱们取个背后回来 豁了赶紧过来 你别动 往屋抬 往屋抬 过了几个人抬来 扔到屋里边炕上了 这什么意思 老凤这怎么回事 你别动 他害臊 男的都出去 都出去 都出去 男的都轰出去了 女的都进来 都进来 所有的女眷都叫进来了 都叫进来了 老凤把着门口 外人不许看 不许看 就你们看 你们看吧 看吧 十多个娘们 咱们来吧 来等什么呀 咱们 解个背后卷 轻轻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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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到头 那趴着一个人 和尚脸冲下 捂着脑袋 这几个纳闷 这娘们够胖的 这什么 怎么 倒是挺款式 看着 咱们给他揪过来吧 咱们 咱们揪过来吧 来 你们几个上那边去 我们俩几个在这边 我们揪腿 你们揪脑子 揪胳臂 来开始 一二三 赤身露皮 光屁我一大和尚 喵喵喵 你嗓子 这帮娘们都吓晕了 屋里乱油打 外边赵三丰进来 怎么回事啊 一瞧对脸 站起一大和尚 一死不挂 阿弥陀佛 赵三丰傻了 还脱佛呢 我去你 烫一脚 整批的和尚 小腹这 扑的一声 是口吐鲜血 才野出来一段 大闹 博一二